你可能会在车里面击死你了 弟弟,我必须去工作,我没有选择 你不能去工作 你不能去工作 我必须去工作 英格兰,牛卡斯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蕭瑟 瑞奇一家人选好的新衣的房子,甚至办好的房贷手续 但一场兼容危机的到来,导致房子蒙破碎 一家人只能租房度日,还欠了一屁股战 日子过得异常艰辛 瑞奇本是一名建筑工人 干过水电,地基,排水,甚至连坟墓都挖过 但兼工的刁难,冬天户外工作的寒冷 让他开始厌恶这份工作 无奈没有学历,又没有一身像样的技术 只能在底层艰难挣扎 偶然一天,经朋友介绍 瑞奇来到的一家快递物流公司 这里正在招聘加盟司机 说好听点,自主经营,自己当老板 而实际上,没有底薪,没有劳动保障 完全靠送件寄费,多劳多得 瑞奇很看重这份工作 可目前的关键问题是 送快递,他需要一辆货车 他有两个选择 要么租公司的车,要么自己买车 租车跟租房的原理一样 每天需要交租金,而且还不便宜 但如果买车,家里还欠着一批雇债 根本就没有闲钱 权衡利弊后,他决定卖掉 妻子艾比的车子来交首付 艾比是一名护工 每天要准时去照顾各家各户的老人 车子是他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 但瑞奇考虑得更全面 如果能拥有自己的货车 自己再吃点苦,每天多送件 之后就能把家忙做大 他想放手一搏,只去再苦一年 一家人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艾比看他信心高涨,也只能答应 车子到手,瑞奇就开始的创业之路 马朗尼交给他一台扫描椅 这是每个快递员必不可少的助手 他可以扫描,签收,联络顾客 也可以追踪送货进度和位置 同时,他又很贵重 弄丢的是要赔钱的 好友递给他一个水瓶 当太忙时,可以用它来解决如厕问题 瑞奇嫌弃地将瓶子丢在了车里 认为太过于小题大做 由于是第一天工作 瑞奇有不少失误 比如,送错地址 人乱停车还差点被贴罚单 另一边,妻子艾比因为车子被卖掉 他只能步行或乘公交去上班 作为一名护工 辛苦地工作并不能换来分厚的报酬 甚至有时候加班也没有工资 不仅如此 必要时候,他还得清理老人的大小便 或者被不理解的老人恶言相向 艾比从没有抱怨过 因为他将每个老人当作自己的父母对待 尽心尽力照顾着他们 结束完一天工作 身心疲惫的夫妻二人睡在了沙发上 女儿丽莎非常懂事 亲手亲脚地收拾好桌上的碗筷 再关上电视 但过早知道成人世界艰辛的代价 便是失眠 她经常在晚上无法入睡 瑞奇抱着这个小天使 顿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比较懂事的女儿 大儿子塞巴则让人不省心 她正值叛逆青春期 再加上父母忙于工作 缺乏管教的她 渐渐成为一名问题青年 而最近她迷上了涂鸦艺术 整天和同学拿着喷漆 四处乱涂乱画 由于家里 频繁收到学校的旷课通知 瑞奇以亲身经历劝说儿子 如果没有学历 没有技术 一辈子只能在底层挣扎 她让塞巴好好读书 以后考一个好大学 出来找一份好工作 但塞巴却从父母并不成功的生活里 看不到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意义 她认为 与其借一批雇债去读大学 一辈子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 还不如现在就离开学校 出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 瑞奇的怒火瞬间被浇灭 她知道儿子对自己这个父亲很失望 但她已经尽力了 她每天14个小时的工作 只是想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 乃何儿子不理解 这场谈话最终以瑞奇败下阵来而结束 周末 放假的丽莎会陪着父亲一起送快递 虽然只是一个孩子 但比起大人来 一张嘴巴就像抹了蜂蜜一样 顾客们都会额外给一些小费 中途 有一户主人不在家 瑞奇去后花园放快递 丽莎则在写有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魏宋达通知单上 标注快递放在什么位置 然后塞进门房里 午休时间 父女俩坐在山头吃着午餐 丽莎请求父亲 让她和哥哥好好相处 一家人快快乐乐最重要 看着身边的小棉袄 瑞奇觉得自己累到吐血 也心甘情愿 公交站台 由于同事请假 平台总是利用艾比对老人的心软 让她额外加班 而且还没有加班费 艾比再也无法忍受 将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全部发泄出来 今晚我要留出时间来陪我的家人 挂到电话 对于工作上的烦恼 她只能向旁边的路人倾诉 然后收拾好情绪 装作没事人一样回到的家里 饭桌上 黑家人开着小玩笑 愤为其乐融融 这时 艾比收到一条短信 老人莫莉独自在家 没办法上厕所和睡觉 急需一个护工前去 艾比放心不下 终究还是决定去照顾她 塞巴提议乘坐父亲的货车一起去 一路上 虽然很挤 但他们伴随着摇滚乐 嗨了一路 结束完一天工作后 艾比躺在床上 说起自己最近做的一个噩梦 在梦里 她和瑞奇掉进流沙里 孩子们拿树枝来救两人 这就像他们现在的处境 越努力的工作 却还是在无底的深渊 越陷越深 第二天 艾比接到学校的电话 塞巴在班上与别人打架 还导致劝架的老师受伤 由于事态严重 校长要求家长来学校处理这件事 如今 劳累的工作 再加上不听话的儿子 让瑞奇就像坠入的 那个深渊中 在里面爬不出来 越陷越深 更不幸的是 因为上次丽莎陪她一起去送件 遭到的客户的投诉 马朗尼只站客户那边 给了瑞奇一个口头警告 丝毫不给她解释的机会 由于耽误的时间 学校已经放学 校长也已经离开 瑞奇回到家中 拿到的塞巴停学两周的通知 并且让父母监督她 在家里自习 但艾比要忙于工作 瑞奇要每天去送件 这件事成为夫妻二人的导火索 两人互相埋怨 互相指责 一气之下 艾比离家出走 去客户家度过了一晚 瑞奇心里明白 因为卖车这件事 让妻子吃了苦 而劳累的工作 也让妻子处于崩溃的边缘 于是她找到的马朗尼 希望请假一周 用来陪自己的家人 但马朗尼只注重公司利益 根本不关心这些司机的死活 于是无情地拒绝着她的请假要求 第二天 瑞奇接到一个电话 塞巴因为偷窃被抓进了警局 由于是出饭 只要家长去警局保释 就不会起诉她 瑞奇无法丢下手中的工作 便打给了妻子 但电话无人接听 为了不让儿子留下案底 瑞奇希望马朗尼 能给自己半天的时间 马朗尼很生气 将她臭骂了一顿 并且罚款一百磅 和寄警告一次 瑞奇来到警局 将塞巴领回的家中 面对父亲的好言相劝 她却低着头玩手机 完全不当一回事 瑞奇心里的怒火被勾起 她一把抢过手机 幸好丽莎和妻子阻拦 才没有让两人打起来 塞巴痛骂了父亲一句 然后摔眉而去 夜晚 瑞奇明白是自己太过冲动 应该和孩子好好沟通 于是她将手机交给的爱比 请她代还给儿子 谁知道的第二天 瑞奇起床后 发现家人的合照全被喷了漆 更糟糕的是 货车钥匙也突然找不到的 这就意味着 她不能去上班 她向马朗尼说明的情况 却再次遭到了一百磅罚款 并且还警告她 如果再有第三次 直接解除合作 瑞奇借酒消愁 她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 自己拼死拼活为了这个家 却得不到家人的体谅 没多久 塞巴回到家中 瑞奇怀疑是她拿走的车钥匙 随着争吵的家具 在酒精作用下 她忍不住动了手 夜晚 丽莎向父亲坦白了一切 车钥匙是自己拿的 她以为拿走的车钥匙 父亲就不用去上班 一家人就能回到从前 瑞奇一个大男人彻底哭了 她没有怪罪女儿 因为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的错 由于连日的琐事 瑞奇都没有好好休息 差点在开车途中睡着的 回家后 她走进了儿子的房间 打算去了解塞巴的内心世界 又是平常的一天 瑞奇送货途中 想上厕所 由于时间紧迫 只能用那个曾经嫌弃的水瓶解决 这时 背后团冲出的几个混混 他们将瑞奇一顿暴揍 还摔坏地扫描引 然后抢走的部分值钱的快递 瑞奇眼睛伤得很重 肋骨似乎也断了几根 只能来到医院治疗 马朗尼打来电话 丝毫不关心瑞奇的伤势 只问她还能不能工作 而且还要瑞奇赔偿1500磅 其中包括客户的两本护照 以及那台损坏的扫描仪 因为瑞奇是合伙人关系 所以这些费用需要她自己承担 艾比一把抢过手机 大骂马朗尼是个无耻的混蛋 我的丈夫为你每周工作6天 每天工作14个小时 如今她被抢劫 身体还受得伤 你却要她赔钱 艾比警告对方 这是我的家 不容许你如此践踏 挂断电话 她颜面哭泣 瑞奇只能趁着她回到家中 夜晚 塞巴打开的房门 关心着父亲的伤势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她声称只是一些皮外伤 次日 当一家人还在熟睡时 瑞奇拿出的那张 未送达通知单 她在上面给妻子留言 亲爱的别生气 我很好 我爱你 而更上面 印着那句 对不起 我们错过了你 塞巴担心父亲的伤势 于是拦在的车前 听到动静后 艾比也出来阻拦 但瑞奇心意一觉 强行驱车出去工作 因为他明白 自己没有选择 债务 罚金 赔偿 这些现实的问题 逼得他不得不回去工作 身体的痛 内心的伤 让一个大男人流出的两行热泪 对不起 我们错过了你 有英国巨匠肯洛奇指导 上映于2019年 全片主要角色 全部采用非职业演员 是今年最具现实主义的电影之一 肯洛奇出生于1936年 从小因为战争而常常搬家 25岁由空军退役后 进牛津共读法律 并因此认识了一帮喜欢戏剧的朋友 而当上了演员 后来清晰地认识到 自己的导演才能要强于表演 肯洛奇的事业便开始于戏剧制作 并创作了一系列的周三剧场 包括最著名的Cassie Come Home 无情地抨击了英国的福利系统 并在60年代 被联邦德国电影史学家 格雷格尔 在世界电影史中 称为新的现实主义中间 最重要的导演 他的一生都在用镜头 为底层呐喊 他的电影语境 对于中国观众 仿佛是自身历史和现实的一面镜子 影片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依然如同一面镜子 审视着看着镜子的人 导演以家庭和工作为切入点 抨击的英国 严重的劳动雇佣制度 以及诉说工人阶级 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个体困境 电影名字 在本片中有三层含义 第一层 在英国 如果收件人不在家 快递员则会把写有 对不起我们错过你的 未送达通知单留下 第二层 则是家庭成员 对于彼此的忽视 瑞奇为了家人更好的生活 选择的快递员这个行业 但每天七点上班 九点下班 这就意味着 陪伴家人的时间会相对减少 容易对家人造成忽视 在这种情况下 塞巴这个点 就很好符合得这个寓意 在没有亲人的陪伴下 她就像一个留守儿童 从父母的身上看不到希望 便通过其他方式来发泄自己的内心 至于妹妹丽莎 则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闪光点 让我们在压抑的观影范围中 体会到冬日的一抹浓阳 也让我们看到一种希望 那是属于家的温暖 第三层含义 则皆是对于底层阶级的忽视 她没付出最多的努力 却一步步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更讽刺的是 当一家人努力向上攀爬时 却一步步遭到上层的剥削 他们就像一张牢不可破的铁网 将底层死死困在湖底 无法动弹 影片最后的答案 让人如此深刻 让人毛骨悚然 瑞奇开动了那台供养车 为家庭的生死奔波 为高额的债务拼命 而屏幕前的我们 又何尝不是跟他一样 但我们也要懂得 即使面如蝼蚁 也要带有卑微的韧度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喜欢的朋友们 一定要关注 别忘了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